字幕提供 感覺還蠻酷的啊 這樣子 這樣子有沒有 很有感覺 然後再來呢 我們可能會 需要一點 桌子跟椅子 桌子跟椅子呢 我們就拿這個 畫木 不過我們看一下我們家裡還有沒有 一些畫木的樓梯或者是 半磚或者是柵欄 這邊沒有 到底有沒有呢 到底有沒有 呃 一個 這邊還有好多 喔 漂亮喔 讚讚 玻璃 也拿著好了 等一下可能會需要用到玻璃 可是我們沒有畫木的柵欄耶 那我們可能需要來做一點 畫木的柵欄 然後弄一點這個黑色的羊毛當成 欸不對 我有黑色的羊毛對不對 我們拿一點黑色的羊毛當成桌子 的上面那個桌面 黑色的羊毛 欸怎麼只有這幾個啊 幾個我記得不是很多個嗎 沒關係 反正我們還有羊毛 我們羊毛最多啦 沒有羊毛的時候怎麼辦呢 拿出萬人神奇小剪刀 去那邊咔嚓咔嚓兩下 然後嘿嘿嘿嘿嘿 就會有羊毛了 對 不要懷疑就是會有羊毛 不要想歪啊 嘿 好像還不夠多啊 欸不對喔 不一定喔 搞不好我們只需要六張桌子啊 搞不好我們只需要六張桌子就夠了 看一下這裡面的話呢 這邊應該就是一個櫃檯啦 一個櫃檯 櫃檯要怎麼做啊 櫃檯呢 我們需要一點這個地毯當成桌子 所以就 欸這樣不錯喔 唉唷 櫃檯不錯喔 可是我們好像還需要一點 這個 兩個柵欄門 奇怪 門一次可以做三個 為什麼柵欄門一次不能做三個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欸這樣子 唉唷 好像還蠻不錯的喔 這邊呢 拆掉好了 這感覺在這邊 不太 不太 有點煞風 但是這邊還是要鋪羊毛 地毯 馬上看起來有沒有感覺 有一點 有一點感覺了 好像有喔 這個窗戶呢 看一下好了 窗戶呢 還是先擺個座位好了 座位跟窗戶要互相呼應的 座位呢應該是這邊要一個 這樣子 然後這邊 呃中間 應該要隔一個走道 隔一個就好了 欸這桌子會黏著牆壁也沒關係啦 管他的 這種這裡會不會有點太狹窄了 這邊桌子不要第三個好了 兩個先兩個就好了 然後呢一樣地毯 再來這邊 應該要來一點這個 雙人座 不對不是雙人座 雙人座是那個 應該是 呃四人座 對 四人座 哇現在都有四人座 等一下會不會要來個包廂啊 欸這好像不錯喔 這火把先拆掉 嗯 這樣子 好像還不錯 感覺還蠻有FU的 不過這邊呢可能也是需要一點 算是 屏風吧 欸然後這地毯真的不夠了 原來我一直以為12塊好像有點多 原來我們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缺啊 黑色的小羊 看我拿剪刀把你給剪了 什麼 你只掉一個 這太小氣了 還好我還有十個 庫存都比你多啊 現在又缺這個 柵欄了 欸 柵欄怎麼做啊 柵欄這樣嗎 嘿好 現在我們有六個柵欄 然後還有一些 地毯 這邊呢 這邊呢 呃 不要好了 這樣子 地毯有點 困難 不是困難啊 好像有一點 有點難看 為什麼會講困難啊 好奇怪啊 糟糕我已經語無倫次了 說得搞好 我才講半個小時就語無倫次了 痾 咳 感因為喉嚨好像不太輕啊 噢咳... 好 感覺沒有任何的變化 這邊還有這個花盆 我們拿花盆好了 然後 紅蘑菇好像擋了一點出來 我們 拔一點去 然後這個白蘑菇也是 雙不下 半磚不要好了 半磚感覺沒什麼用 半磚 半磚 這個硬怪怪的 奇怪 我花盆怎麼那麼少啊 我記得不是很多花盆 沒關係 反正我們還有這個黏土 我們可以燒一下 我們家什麼不多 黏土最多啊 上一次挖的超級多啊 上一次帶你們去挖的超級多 然後我自己在私底下挖了更多啊 挖了大概十倍吧 超多的 這邊呢 就是來種一點這個 Mushroom 不能直接插 為什麼 好像太亮了 我們還是要保持一點餐廳的明亮 不然如果太暗了還長出怪物來 不太好 那再來呢 就是一樣繼續安排我們的座位 這邊呢 應該也是兩人做 那後面這邊呢 預計應該就是做一個 廚房吧 廚房要怎麼做呢 廚房的話應該是要先 首先當然就是要擋起來 不對 等一下 這樣全擋起來了 這樣子全擋起來怎麼出餐 好 這樣 這邊就是一個門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感覺 欸 坐不下人啦 怎麼辦 欸 這樣子 這邊就不能再坐座位啦 這餐廳人數有點少 呃 等一下 先把它拆開來一下 欸 不然這邊座位 靠到底 然後這邊通通把它拆掉 通通把座位靠到底 這樣子中間走到 就有兩格 因為剛好可以做一個門 感覺餐廳的那個門還是要兩個 就像那種 美國的那種餐廳有兩個那個推門有沒有 兩邊推開的那種門 感覺好像還蠻適合的啊 聽起來不錯啊 感覺我們 越來越有這個 餐廳這個 這個餐廳呢 越來越完善啦 好 那把這邊封起來 耶 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餐廳 然後 我剛好把門給丟啦 不過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呢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兩扇門 剛剛那個只有一扇門 所以說 我們還是要再做三扇啊 所以是 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根本沒有差啊 它這樣子 這門感覺好像不太適合 不過 先 暫時就這樣子吧 再來呢 棉土應該是燒好了 可是等一下再去拿好了 這邊要蓋一個 欸 這邊好像 蓋這邊好了 要蓋一個戶外區 就是去戶外的 去戶外的區域 就是戶外區 爛解釋啊 所以我們可能還需要再做個門 然後我們也有兩個門 喔 太讚了 再回去拿個門 欸 欸 欸 為什麼掉進來啊 耶 有兩個門 欸 好黑 有點黑啊 等一下不知道會不會有怪物欸 其實地獄餐廳就是要怎麼呢 就是要打火 只要點火啊 然後 看起來比較 比較酷嘛 對不對 地獄餐廳怎麼可以沒有火呢 你說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子啊 欸 欸 這門在幹什麼 這門怎麼會這樣子啊 怎麼都 怎麼都 怎麼都好笑的門 啊 對嘛 就是這樣子 喔 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缺樓梯了耶 感覺樓梯跟柵欄都缺了 怎麼會這樣 我們真的很缺啊 這個資源真的有點缺啊 呃 樓梯呢 這樣夠不夠啊 這樣柵欄會不會太多啊 感覺柵欄好像太多了 好啦 沒關係啦 不會怎樣 不會怎麼樣的啊 我們資源什麼 什麼資源不多 喔 木頭資源最多了 你看 滿山片的話 木凳就我們去砍 你把這一面砍掉了 沒關係 還有另外一面可以砍 欸 為什麼會有殭屍在裡面 欸 這是我家啊 這是我家啊 欸 殭屍怎麼不見了 等一下 我家裡面為什麼會有殭屍 不對啊 我記得我家裡面很久沒有殭屍了 這不科學啊 誰蓋的啊 好 好像是我自己 這邊 就這樣子 喔 這邊感覺非常的有戶外用差的地方 的那個感覺啊 這鍵應該目前是 欸 不對 這應該是這個鵝卵石目前是不會用到的 嗯 感覺不錯喔 嗯 感覺不錯喔 這邊呢 欸 這樓梯不夠了 喔 樓梯不夠了 這邊呢 這樣就擋住了啊 只能蓋 難道在戶外用餐區 只能蓋 只能蓋兩個 兩個 兩個 兩個用餐區而已嗎 我看到殭屍在呻吟 你跑進我家幹什麼哈 蛤 蛤 欸 你是跑來給我送鐵的啊 原來如此啊 是我錯怪你啦 是咱錯怪 欸不是 是 到底哪裡啊 欸 為什麼會有高層才走進來 這邊太暗了嗎 不會啊 這邊很亮欸 這邊已經亮到不能再亮了啊 我身上好像沒有火把了 這邊也沒有火把了 然後我是進來幹嘛的 對 我要去弄橡木啊 這邊鐵放一下好了 不對啊 我們都回來了 來做一隻鐵斧 反正現在鐵什麼 什麼不多鐵最多了 做鐵斧根本就是輕而易舉啊 然後這邊 欸對嘛 我就說 這邊明明就還有這麼多的黑色地毯 我就說為什麼會沒地毯 原來 我們還是很多地毯的 不過呢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要去砍樹 這個門感覺非常的有 非常的有感覺啊 不過我不會做那種 很高的那種 就是可以 推很多次的那種門 所以我就只能做這種矮矮的 這邊感覺很亮 我們就來這邊砍好了 這邊還有這個 欸是我剛種的嗎 喔 是我剛種的 欸 第一個犧牲者已經倒在我的府下啦 那我們再來多砍一點樹 反正 反正這斧頭砍也蠻快的嘛 對不對 我們就多砍一點樹 這樣子 我們的木頭資源也多一點好 不過還是很希望會有那個 還是很希望有那個什麼 砍樹小插件啊 就是 就是 砍底下就全爆了那一種 可是那感覺又很沒有FU啊 畢竟 Minecraft就是要慢慢砍 然後 然後享受這個 束縛在空中的這種 這種樣子嗎 欸 享受好像不太對 享受聽起來有點 有點變態啊 呃 這叫 呃 我們就要觀賞 觀賞 呃不對 我們就要體會這個束縛在空中的那種 科技感啊 看這種高科技樹木啊 高科技樹木 裝載了飛行的系統 可以在你砍完它之後它還可以浮在空中讓你繼續砍 哇 根本就是 超棒的設計啊 哇 我也要來一顆 奇怪 到底在哪裡可以買來到 好 我們砍了很多 63個剛剛好 再多砍的話就要超過一組 這樣就浪費了背包的空間 而且我背包也沒有空間啦 不過這種也不要好了 這蜘蛛也不要 這個 不要 那我們就有空間 我們先回去拿一下 我們的 欸 等一下 拿一下我們的 紅磚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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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